何大米現在是7號投資者 5月7號 早前1號投資者有個故事 有兩個故事 就是在4月的時候 有兩件慘事發生了 都是個人理財的兩件慘事 本來打算說 但後來時間關係實在太長了 這兩個故事 所以咳嗽了出來 今天想一想 因為這算是個人理財 大家要留意的事情 賺錢賺錢 有時財經市場就是這樣 專修聰明的 越想得多 越聰明 越對自己有自信 扔錢下去 可能會越快 第一件當然就是大笨象踩死矮 匯豐銀行宣布不派息 4月份忽然有一件事 明明除淨了 都可以不派息 我想行股以來第一次 但沒辦法 政府政策 什麼都做得出 派錢 那你又怪別人 難道政府政策可以派錢 又可以叫你不要派錢 也不是說拿到你的錢 只不過叫你不要派住 所以你都沒有他扶 匯豐不派息 那會導致什麼問題 就是第一 那個徐政的問題 我小弟就認識少少股票 因為以前也做過很多年股票 徐政意思就是說 我舉個例 有一隻股票現在市價是一百元的 然後會派息 就派舉個例 五元這樣 但是呢 派給誰呢 1月1號 在登記者上的名字 仍然有股東的話 你就可以收到這筆股息 如果你說1月2號 賣了它 沒所謂 因為1月1號的名字是你的 你仍然可以收到那五元 所以股價原本一百元 因為派五元出去 1月2號的股價 就叫做徐政 減五元 1號買 有股票 有股息快五元 1月2號買沒有 少五元 那是不是要徐政 好了 有些這樣的事 匯豐又徐政了 意思是說 理論上 預訂閉了 之前仍然持有的股東 應該收到那兩個多人錢 即是21仙美仙 21仙美仙的股息 誰不知英國監管局 不要了 所有財政 財經的公司 銀行等等 今年不派息 現金保留 因為你們應該有用的 我看 不是取消了你的錢 不是拿了你的錢 只是現金流 不派給股東 留在公司裏面 對 很好心 Boris Johnson 一向都做事 很好心 現在就是這樣 因為你不派息的緣故 又徐政了 股東就有理由 他們是有理由 就是因為 有些人打算 匯豐連年都派息 大概派4元左右 股價跌跌到4元 資格相當於 如果你今日買 不是說早幾年 如果你今天買 一隻匯豐 資格四十元 你竟然派到四元息 如果真的派息的話 那就可以10%回去 回報 那是多好 如果是這樣的 那是真有利益 但這世界沒有那麼利益 他不派息,導致公司的價值也改變了 因為擔心他以前肯定派息 估計他以後也派息,忽然不派息 對未來的股值有影響 第二,有些客人想定期收,每季收的息 失去預算 財息兼失 匯豐股價由最高100-200元 300多元,跌至40元 都很淒涼 好像航空公司那些飛機,全都沒有落地 這件事,還有些人很有趣 他直接賣檔借去買匯豐 有個群組好像說有個人去教人買匯豐 有很便宜的 你買了匯豐 你等收息吧 收息的錢就蓋回你的按揭利息 夠蓋了,按揭利息很低 你收到10厘利息,然後給3厘的按揭利息 你便有助手 假意時日賺賺賺賺賺賺賺 你便坐在這裏收息 兼且還賺了免費的股票 收了幾萬元學費就學這些東西 老實實,這是一個組織產品 你沽一件東西,買一件東西 這兩件東西,即是沽樓 或者沽車位 有些都有 買股票等收息 這個舉動其實是一個組織產品的舉動 即將幾樣 本來很普通的東西,例如股票 例如買樓 很普通的產品,產品一跌 有一個合章 那個就叫做組織產品 組織產品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買的,要懂得拆倉才行 即是你要畫一個公仔出來 這個組織產品裏面 匯豐股價在什麼情況下你會賺錢 什麼情況下你會蝕錢 他派多少息你才賺 派多少息你才蝕 你要懂得畫這個公仔才行 即是建議你做這件事的人 亦都要懂得畫這個公仔 告訴你,當什麼情況下 你要做什麼去避免風險 否則好像現在這樣就脫褲了 簡單一點,我舉個例子 我有一個閒線在這裡 我就不買樓了 我就去買匯豐 買幾百萬 買匯豐 買完匯豐之後 我就等收息了 38個多 如果他繼續 以後 你沒有說之前 如果以後他仍然是 派回4元息 我會賺一成 賺一成的話 我就好過執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沒有好處呢 老實說 他派4元息 就是4元 最終都是4元 他不會派40元給你的 但是股價本身有波動 過去一年裏面 由60多元 波動到30多元 不是波動 其實是60多元跌到30多元 那裏是幾十元的 幾十元你就不想 你只想那4元 你真是很有趣 所以其實你要買股票為賺股息 其實要那個alpha值 要那個股價不動的時候 都賺到錢 這個固定派息 其實你要做一個 保護自己的措施 例如你買一張期權 買一張put的期權 即買一張凝沽的期權 比如說現在38個多 去到6月後 我真的按了出來 有期權價格 股票期權 其實在香港是在股票行買的 就不是期貨 舉個例子 你現在玩到12月 12月之前 我就會拆倉 現在買股票 38個多 都好像很便宜 但是希望它派息 希望股價不下跌 這個世界就沒得期望 你希望它不下跌 我就知道 但是你唯有就是買一張put的期權股票 不是卵 是put的股票期權 即是說 我舉個例子 38元put 38元你可以買一個權 在38元沽 就是今年 舉個例子 12月 你就要付出一個期權金 2.62元 這個是一個保險來的 即是買股票的保險 你買了股票就怕它跌 你就買個保險 38元 不會跌到38元 買個保險 2.62元 2.62元 如果股價跌低於38元 跌到10元 我都可以用38元去沽 這一手 匯豐的股票 就算跌到10元 你便會賺錢 你沽了38元 10元兜 便會賺了20多元 即是等於38元至10元 這一段的股價 你不用擔心了 這個就是2.6元多 喂大哥 你半年收多少息 半年才收2元而已 你現在 這個期權金2.6元多 即是賺錢一品 即是你博它升 還有你輸硬的 輸多少呢 起碼都輸6.2元 所以另一個操作就是 你不如想著 我都是很平實的 我沒有想著賺大錢的 要它升就有它升 最好是賺 不過不賺都無所謂 你說這句 不賺都無所謂 你就可以沽一張 call的股票期權 在42元那裏 舉個例子 42元call的期權 挺好水 你收得回1.97元 即是說你同時間 雇一張call的期權 收1.97元 買一張put的期權 就給2.6元多 那你實在都是 給了9.5元而已 即是你給9.5元 做了雙邊的期權 這個策略之後 股價再跌低於38元 你不用擔心 高於42元 亦都與你無關 高於42元 亦都與你無關 你給了9.5元 你那個股息收多少 半年 半年 到12月 半年你收2元 平時派開4元 半年就收2元 你收2元 你用成本的9.5元 你有沒有傻 其實 只是拼他升 只是拼他升 你搞這麼多東西 千賺那六號子 還要擔驚受怕 拆仓也要做半年 其實有沒有那麼需要呢 駕駛駛駛駛駛駛 從事實力演說 最可慘的是 做這個動作的人 不知道自己在做固定的產品 用錢去投資 去自己的東西 亦都不懂查倉,那就大件事了 因為中間聽說有人開訓練班 訓練別人,賣田賣地,賣樓賣車位 或者是拿退休金,公務員很多那些 退休金,拿到錢出來,然後就買到匯豐那裏 等收息,接著就怎樣怎樣怎樣 過幾年之後就財息兼收 兼且就會有些免費的匯豐股票 很開心,收了幾萬元這個學費 其實我覺得有點奇怪 你這個設計的產品,其實你自己不明白 你不要只問賣給你那個人 你應該找個獨立的CFP,認可財務策劃師問一下 因為他們全部都認識,小弟都是 都認識這些東西,幫你了解一下 要畫個圖,正如畫那個圖出來 那個圖就是究竟什麼情況下會賺 最多賺多少,什麼情況下會蝕 最多蝕多少,還有你有什麼方法 去拆倉,因為拆不到倉 如果拆不到倉,我勸你就不要搞了 你真的拿到自己的風險回來 如果你拆到倉,你要知道 以及要知道什麼時候做這件事 都不是簡單的事 所以如果你不是面對這個重大的收益 你不要搞這些複雜的科研 你不如想一下客棟怎樣搞 或者怎樣上火星好過 那些可能回報更好 第二件事就厲害了 原來香港又賣紐約旗油的衍生工具 好像不是的,是紐約旗油WTI 上個月不是很厲害的 跌一跌,又跌到傻了,又升到傻了 那麼大波幅引來很多投資者 就開一個倉去銀行買一下 買一下買一下 有一間銀行開了一個盤出來 有一個產品叫做原油寶 大家都知道了 原油寶,中國和香港都有這些產品去買 買那個人覺得 那個底線是期貨 是不是在買期貨呢 就當是 賣那個自己也未必知道 其實這個不是期貨 其實是什麼呢 像是那些外圍馬 賭外圍馬 你又不是賭馬 又不是在賭手指 你又看到別人賭馬 你在旁邊買的那些叫外圍馬 買馬那個呢 就跌到負三十七點幾 即是當地馬會 當地的原油期貨跌到三十七點幾 來交收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那你問我呢 我也不知道 預先怎麼會知道可以跌到三十七點幾 沒有人知道 真的沒有人知道 但是呢 他們這樣玩法 因為自己也不知道 而那個外圍馬那間公司 那間銀行 究竟有沒有幫你做對盤對倉呢 它是否損失到這麼厲害 所以要你拿回錢呢 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這個也很有問題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 跟你對賭那個 開外圍馬 這個BOC 究竟它有沒有 擺錢到這個期貨市場呢 它是不是真的損失了這麼多呢 如果是的話 那你要賠回給別人 根據合約 你也沒有付 有可能不是 真的不知道 中間這些事情 就 Boc 和客人之間的合約關係 但是這件事呢 有沒有避免呢 其實很難避免的 即是你既然玩得旗遊 你覺得自己是高手的 你覺得是高手 就算找到一個CFP 告訴你 這件事有很大的風險 你不相信的 你覺得是對的 風險大 我便玩 我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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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拼命 這個投資市場 專修聰明 我再說一次 不過你說不拼命 一萬元算不算拼命 一萬元美金 不算拼命 很細小 你一萬元買下去 一個鮮的旗遊 你買了一百萬桶 一百萬桶 你睡醒之後 你欠人三千七百幾萬 美金 你想一下 老實說 如果我知道 或者如果你知道 你也不會買 問題是沒有人知道 所以說這些東西 唉 老實一點 投資的東西 我們做回自己認識的東西 特別是現在這個年代 不非特得叫人 保持現金 他們連買這個航空股 都覺得自己是老襯了 就是張富民說 你航空股算了 算吧 以後不要玩了 以我來計 我自己覺得 投資股票最多一成左右 現在這個環境 一成都很給他面子 因為實在 很多東西不知道 我都不懂 我做了這麼多年都不懂 你想想吧 還有投資股票 債券 或者是基金 這些都屬於很悶的東西 因為大家都知道的東西 大家知道的東西 悶的東西 其實是比較穩陣的 但是呢 既然這麼悶 我們香港的聰明人 就不太看得起 通常去找高級的東西玩 通常會容易出事 所以呢 不如用一些錢去少些 放去投資的話 可能它真的一兩成而已 其他就放債券 基金 買保險 保險回香港記號 每年派5-6% 今年派不到 翠年派回 應該怎麼你都睡得著的 對呀 真的買保險和醫療很重要 因為醫療保險 有什麼醫療 你進醫院 你就不能跟醫生說數 幾十萬都要給的 你護婦牌幾次才夠 所以買回醫療保險 對自己負責一點 今個月還有優惠 快點找我去買保險 買醫療保險 其實有你作出 買醫療保險 所費無幾 萬兩元而已 好 今天補票補完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各位朋友可以订阅订阅 我会做多一些好的片段给大家看 多谢